第四季节目 东升 他说想跟我复婚 这是好事啊 不是早就应该这样啊 那是不我打个电话 爸 你干嘛呀你 昨天还有人跟你提亲呢 我得赶上回来 再说这事怎么也得 跟你小姑姑二叔打个招呼 是不是 爸 我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又这么大岁数了 我想低调一点 也不想搞什么仪式 行 来来来 那把小放回来 我到时候我给你安排 好 他不是想跟我真的复婚 他是想利用我 安抚小妍的情绪 不是 你这话 你这人家说得不对了 什么叫利用你安抚小妍的情绪啊 那小妍不是你闺女啊 不是你还指望她 说什么怎么怎么爱你 怎么怎么离不开你 怎么怎么想你 才跟你复婚呢 可能吗 不可能的事啊 娟儿 我跟你说啊 你都死这儿了 这儿不是啊 死这儿了 你该明白这儿道理了 你不是那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了 为了情 为了爱 要死要活地结婚 那你 你就是为了孩子才复婚的 我说这婚姻哪 不单单是一份感情 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 现在东正的明不这个道理了 你呀 到现在还没开窍啊 你呀 到现在还没开窍啊 又怎么了 爸跟你说件事 说 我想通了 答应你 跟你妈复婚 你翘我一下 我没错了 我 你也没发烧呀 我可没逼你啊 没逼我 是我自愿的 心甘情愿 你怎么就想通了呀你 我太高兴了 快说说 其实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你说得对 我都一把年纪了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家的话 对我不好 对你也不好 我太幸亏了 我没有白交于你一场 哎 你说 你们俩这结婚吧 这虽然是再婚 但是再怎么着 也是个大喜的事对不对 我去把这房子给收拾一下 不行不行 你 你那柜子里还有好多衣服呢 我得给你清理清理 给沈军腾点地儿啊 他衣服一定很多 咱家是不是应该买点新家具啊 新家具 新气象 不买 不买 也行 不买也行 那至少咱得换一套床上用品吧 是不是 有点乱有点乱 我先做什么呢 我 我先去当层当棵柜的啊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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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哎 挺好的 行了 行了 啊 休息一会儿 五分钟啊 五分钟以后再继续 你怎么又来了 还有什么事啊 有事 晓妍的事 怎么样了 她没什么事 那不就好了 你就别瞎琢磨了 还有别的事啊 我跟你姐 要复婚了 挺好 这事啊 我跟晓妍一说 她特别地高兴 到我回来以后 我就没见过这孩子 这么高兴过 给她妈收拾箱子 她越高兴吧 我这心里越难受 是啊 她一定高兴坏了 她一直希望 爸爸妈妈都陪在她身边 希望有个完整的家 我知道小燕这孩子 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可是我这心里做不到 我内心深处真的做不到 但是呢 我又不得不这么去做 你没看她高兴的样子 行 都别说了 我妈倒不认识 挺好 只要小燕高兴就行 一切为了孩子 只要孩子高兴 让我干什么都行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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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菜 好啊 哎 你跟沈娟商量得怎么样了 哦 差不多了 我跟你说啊 我跟沈娟复婚 这只是个万一 会考怎么样 全考你自个儿了 啊 我 嗯 这不跟那个味儿不对啊 整的你们俩复婚 这更为了我似的 那你说我主意的事 嗯 佛说 放下了 就等于拥有了 只要你放下恩怨 你就会发现原来生活 是可以更美的 我来开 我来开 要是轻走我就把它轰走 哎哎哎哎 哎 我给你耍啊 哎来啦 哎呀 哎呀 昨天你那个态度不是挺坚决的吗 啊 我现在也挺坚决啊 我答应了 哎呀 哎呀 就是不一样 一扮嘴都扮得这么甜蜜 那还不是因为你啊 要不是你存心搓合 我们俩也不会复合得这么顺利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女儿是娘的 什么呀 贴心小棉袄 我给你切个橙子去啊 嗯 橙子是吃不成了 因为咱们家的刀都不见了 好奇怪哦 我还是给你倒杯牛奶吧啊 跟我一起吃撒饭 哎 我跟你是假夫婚 这事没忘忘 如果要不是假的 我当场就同意了 我今天来就是接受了 你是怎么想通的 我当然想通了 越活越开心 这女人嘛 你就应该 相信自己的魅力 要自立自强 自强不行 自力更生 还有呢 这是奇怪 就你股东生 早晚会从家走向真 哎呀 没有肯来愣 但是现在先不能喝 现在你们俩先站起来 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们俩 哎哎 你们俩呢 站起来 现在我问你们俩几个问题 你们必须不加思索 诚实地回答我 好吗 嗯哼 郭东生先生 你询沈娟小姐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吗 哦 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我是不会接受 你们的复婚要求的 再来一次啊 郭东生 你娶沈娟小姐是为了什么 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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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有点哭 我再问你沈娟 如果郭东生是个穷光蛋 你还愿意嫁给他吗 你可验我 直面回答问题 直面回答问题 如果他还是个穷光蛋 你愿意嫁给他吗 愿意 真的愿意 当然 什么意思 查字点 他们韩国人不懂这个 只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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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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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看你沈娟小姐 你好 青子 你叫什么 我是美丽 今儿又是青子 又是美女的 今儿的你怎么懂得礼貌 二字 孩子 也进步 人家一直都有礼貌 对了对了 我跟你讲 我今儿心情特别好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说 就是我的爹地和我的妈咪 他们已经开始交往了 所以你 要是再纠缠我的爹地 就有点不合适了 你呢 最好还是死心吧 你的爹地和你的妈咪 吃了顿饭就叫交往 不是 你不信是不是 不信你去问东升啊 他们俩都准备结婚了 你再说一遍 什么 结婚死没搭 听不懂啊 就是我的爹地和我的妈咪 要结婚了 不是 郭言 你什么意思呀 你恨我没事 你知不知道你爸你妈 已经没感情了 分开这么多年两个末路人 你非给他们拉一起 干吗呀你呀 把你爸气死 有没有感情不是你说了算 你要是能接受呢 你就接受 你要是不能接受呢 你 你还得接受 因为这就是事实 所以你必须得接受 好吗 我今天看你特别顺眼 听说你跟沈娟又在一起是真的吗 休息还挺快的 你回答我问题 你是要跟沈娟结婚吗 就当成是真的吧 为什么呀 不 你们俩明明没感情 为什么要在一起 毕竟呢 我们夫妻一场这么多年 当然了最主要的 是因为有个孩子 对 你要说没感情呢 那也不对 那也不对 不对 这事发生太突然 它就是不对 秦子 我呢 有很多心路历程 有些话不好跟你讲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就当算了 郭同胜 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什么人 你就是一操人 你还有什么很多心路历程 我要没猜错 这事是郭炎怂恿的 对吧 算是他推动了吧 还推动 这事就是郭炎过一把睡觉混蛋 其实呢 想想这孩子也该可怜的 从小缺少父母的爱 我呢也很内疚 再加上家里人呢 也希望我跟沈娟儿复婚 当然了 最重要的 他现在已经离婚了 郭同胜 你骗得了谁 你骗不了我 你能不能别老把事情 想那么简单 你以为这样就给别人 带来幸福了吗 你以为这就是对别人 负责任吗 你这叫自欺其人 你可以不跟我在一起 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前面是个火壳 你就往里跳 我不能让你再犯下一个错误了 这样对谁都不公平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其实你说了半天 歌词大意就是 不让我跟沈娟儿复婚 咱俩好 对吧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你说你要在工作上遇上的困难 我绝对帮你 但是咱俩不可能在一起 郭东胜 我告诉你 这事就是不对 我要彻查到底 你等着瞧 彻查到底 你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忙 你就帮忙吃就行了 就等你这句话 没问题 你不愧是我闺女啊 跟我一样的狡猾 好 昨天那个苏问苏答 是不是为了考验沈娟儿啊 我才没你那么狡猾呢 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好 不要因为你的财产问题 让沈娟儿对你感到失望 好吧 最终解释权在你这儿 吃吧 来 郭英啊 你看啊 你让我跟你妈复婚 我复了 你高兴吗 我也挺高兴 但是呢 高兴之余 我有一点小悲伤 小遗憾 什么情况 说来听听 你看在这之前吧 你不认我这个爸爸 是吧 那么现在我跟你妈复婚了 你该认我这个爸爸了吧 那你觉得咱俩签订的一个合同 还有必要存在吗 当然有必要存在了 那就起个监管作用 监管 你那是要挟不平等条约 急了 没问题 我答应你 我一会儿我就把合同还给你 但是合同是解除了 警钟长鸣 来来来 多吃点 好嘞 今儿不错啊 歇会儿吧 这儿 歇会儿 来 大哥 走吧 有点烫啊 还行 来 喝点水 谢谢啊 没事 可以啊 今儿啊 咱们动作明显 比原来快多了 是 今儿真不错 继续努力啊 继续努力 小姐打着头了打乱了 来来来 弄弄 你不在这儿呢 这 这不刚吃完饭吗 正准备回家 行 我正好找你 你过来 我拿点东西 这不知道 你和沈娟要复婚吗 当兄弟的 总得表示表示吧 总不天待苏 来 知道你还喝啥 上桶紫砂壶啊 老泥做的 消息挺快啊 沈莱告诉你的吧 你俩进展得也挺快啊 我们俩把这约了好多回 这慢慢地 稍微有点意思了 帮我多吹吹风 你知不知道 别光顾自己结婚 我的幸福 你也得考虑考虑啊 行 白天走了啊 等我一下啊 有话跟你说 你们打算什么事办手续啊 过两年吧 我姐跟我说 我姐跟我说想拍婚纱照 我给她联系个地方 你们去看看合不合适吧 都是二婚了 拍什么婚纱照 再说了 我结婚是为了官员 不管是为了谁 能在一起就是好事 既然不举办婚礼 那拍到婚纱照 还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是喜事嘛 大串不错啊 嗯 还行 那就好好处着呗 好啊 走吧 走 走了 走了 东升啊 啊 走 这个衣服嘛 姐 小林 你快帮姐看看啊 我这些衣服 是不是颜色都太深了 我是不应该买一个 大红的呀 你觉着呢 姐 你先坐下 我有件事想问你 好 说吧 啥事 还是之前我 我问过你的 如果说 郭东升 没有你想象那么有钱 你真的不后悔吗 天哪 你烦不烦呢 就这一个问题 一天恨不得问八百遍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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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有钱没钱 我都愿意 你放心了吧 真的 当然真的 反正他现在有钱 就行了呗 你快帮我看一下吧 哪件合适啊 到底是穿哪个呀 真别扭 心里没感觉吧 他怎么可能 脸上有那种表情呢 这个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感觉 你只要听人摄影师的 人家摄影师说什么 你就摆出什么样的表情 人家一打打一打打 你就是没感觉 人都能给你拍出花来 怎么着 她是我大的 行行行 快快照报照报 不就个假照片吗 来来来 假的才说明它重要呢 这是证据啊 你虽然是假结婚 但是你得让小颜相信 那是真的呀 是不是 你得摆在家里吧 你得微笑吧 你还得 行行行行 来 小话的 找个最简单的 啊 今天呢 就算是我的这个 素婚 素婚听清楚了吧 素婚啊 可不是素菜啊 咱们这个菜是鸡鸭鱼肉 全有 那谁啊 神秘嘉宾 你不用管 继续继续 服务员 好吧 这边去啊 随便吃 随便吃 爸 来 我给你加个下 好啊 谢谢 姐妍 阿姨 我自己来 来 爷爷 太好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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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顾炎让我来的 没事 是我要他来的 你们先坐 你们先坐 大喜的日子 要热闹一起热闹嘛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老爷 她呢 是郭东升在韩国的同事 叔叔好 快快快 坐下 一起吃 人齐了 可以吃了 吃吧 来 我代表全家 恭喜我姐 我姐夫 结为夫妻 祝你们幸福美满 来 谢谢 谢谢小田啊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 夫生也说两句吧 没 没什么好说的 都是一家人嘛 吃饭 吃饭 还说我作文枯燥 你才枯燥呢 这是大婚的日子 你得说两句 得慷慨激扬地说两句 行 听你的 我什么都听你的了 好 慷慨激扬啊 这个 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吃好喝好 喝好吃好 既然在一起过日子 就得和和美美 长长久久 爸 你也说几句吧 行 我说两句 今天呢 我真挺高兴的 那原来呢 好好的一个家 那散了这么多年 今天呢又都回来了 东盛呢 有名正言顺的呢 成了我们家的一员了 娟儿呢 也不用飘来飘去 总算呢有个着陋了 今天呢最高兴的 应该是小妍 又可以守在爹妈身边了 多好 现在呢 我就惦记着安迪 什么时候安迪 要真能回来 那这家就完整了 是不是 爸 你就放心吧 安迪肯定肯定能回来 今天吃完饭回家 我马上就给安迪打电话 催他 你这叫迷逗之反 那个 王阳五劳 对对对 挺 挺坏的 吃吧 快吃吧 快吃吧 爸 你放心 我们会把孩子照顾好 为了孩子 你连火坑都敢跳 甭说结婚了 谢谢她小姨 一直照顾我们小妍 以后呢 就由我们自己来照顾了 哟 世界上还有这好事呢 小姨 还是你罪不易 真的 来 我敬你 怎么着呀 眼红是不是 谁让我福气好呢 是吧 小姨 孩子 我就是眼红谁 那个人也不是你 行了 都别废话了 赶紧吃吧 别家 你们都说了 我还没说呢 我也来说两句啊 今儿这大喜的日子 是吧 咱们得吃好 更得喝好 尤其是我 我得喝高了 要不怎么 相信眼前这场戏 是不是 来 以嘴方秀 新长官 新娘子 我干了啊 好了好了 你老推我干吗呀 咱们干 他这什么情况了 我这结婚 他哪喝醉了 你什么情况了 你真是的 他他的情况就是 他输了 你赢了 什么输了 不是 你真是你什么人呢你 别弄了跟你喝多了 行不行 你也是 你喝这么多干吗呀 他喝酒对身体不好啊 我 你管着吗你 我不走了 你背我 我 我背你啊 我听说过猪八戒背媳妇 我没听说过郭东成背颜青子 你还不背猪八戒呢 你媳妇上去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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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背背背背 我的奶奶 好 背背背背背 别吐 别吐 我背背背背背背emen 她 inequalities 这个是什么 ja 完全是 你39 我左中间 佢了 你比无 number 我最记者 娘 姐姐 那某一个 她忘了 姐姐 你呀你 你这个糊涂蛋哪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一介莽夫 中了他们的奸机呀 行行行 你都喝成这么味儿了 还给我指点迷惊啊 现在我走了 别走 叫我跟你说 而且我还发现了 真正喜欢你那个人 不是他 是他 你懂的 你懂的 而且 你喜欢的那个人 也不是他 也是 什么他不他的 行了行了 你喝多了 我走了 我说得对 你毁了 没说来的 我告诉你啊 郭妍 那小丫头 她是跟我赌气 但是她不能毁 在你郭东升的后半上 知道吗 你拿个 沈娟福啊 我亲自俩先倒着行 行 子晴 子晴 你睡吧啊 睡吧 郭东升 碧相 怎么办了 你 你 要不 sap 你 你 你 我 我 怀 cier 你 它的 来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奶奶压箱点的 我小时候就经常拿出来看 现在好了 终于排上用场了 这叫在对的时期遇到对的人 用在了对的场合 相当完美 我闺女这口才呀 不当主持人都白瞎了 是不是 遗传嘛 妈妈以前做了很多错事 以后再也不会了 你相信我吗 时而信 时而不信吧 新郎官了喽 什么情况 是这样 这个 我 我 我们各自睡都习惯了 习惯什么呀 习惯 这还是可以改回来的 你今天是新郎官 你别闹了啊 赶紧动房 是不是我在这儿不方便 我走没问题 你不打扰吧 来来来来 弄鬼啊 你看咱闺女给咱布置的新房多好啊 这个床单啊 还是咱俩当年结婚那时候用的呢 那是相当有意义啊 学过变脸啊 怎么跟翻脸猴子似的 闺女一走就开始掉脸子 你不觉得演戏很累吗 我觉得很累很累 真的 人前人后都得装 真话话不敢说 假话话还怕露了馅 太累了 哪有那么夸张啊 闲了也赶紧睡觉啊 门床 门床 真成了点亮大片的啊 真是一潜伏 假扮夫妻分窗二睡 原来你在学潜伏 你还真有意思哎 后来好像他们俩真的睡在一张床上 还成了真夫妻了 还生了一小孩 人家跟别人结婚了啊 不是 但是他心里一直想的都是他那个 行行行行行行 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我太累了啊 我太累了啊 也该歇歇了 睡觉吧 晚安 哎呀妈呀 这床还真弄得真不得睡哪边的 哎呀 这面是什么 给我一个呀 不不不不不不 这是爸爸给你磨的豆浆 这是妈妈给你煎的鸡蛋 这是爸爸给你切的水果 这是妈妈给你烤的面包 这是爸爸给你做的培根 这是妈妈给 嘿 咱俩这说相声呢 你们还把我当孩子呢 你本来就是个孩子 快吃吧 快吃吧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天天能这样就好了 必须的 天天都这样 干嘛呢你啊 懂不懂啊 懂不懂名牌 认字吗 名牌怎么了 名牌不也就是块表吗 有本事一边带一个 鳄鱼皮 鳄鱼皮 鳄鱼皮怎么了 鳄鱼皮它不就是个皮吗 难道它是只鳄鱼 还能咬人是怎么着 不对 我是可爱的蓝鸭鸭 你往哪儿跑 这干干活儿 还真有点累了 看会儿电视 还挺好看的 哎呦 你至于吗你 这怎么了这是 什么叫至于妈呀 我不习惯了吗 你不习惯干嘛跟我复婚 公正一下啊 这不是复婚 这是假复婚 假复婚它也是复婚的一种啊 咱俩照片都照了吧 这大伙都知道了吧 我跟你讲啊 咱俩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女儿 为了女儿 咱俩演演戏 这戏得演到啥时候啊 二百来天 还有七个月高考就结束了 坚持坚持吧 我坚持不了 你这咬死个谁啊 我咬你怕脏了我的牙 我就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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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鳄鱼皮吗 我给你擦秃了皮我 沈教练 沈教练 你有一个未接电话 哦 行 你们先练着 哎 哎 你给我打过电话了 哦 对了那个小雅 那个提前报告 你知道放哪儿了吗 哦 在书桌右边第二个抽屉里 嗯 有一个灰色盒子里 哦 看看啊 找着了吗 哦 找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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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哎呀 你看我也是 啊 什么东西放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一天都离不开你啊 那以后这些东西你帮他收了吧 哎 哎 是是是 孩子也是这么大了 哎 不知道啊 哎 高刚 动作别乱 哎 没事了吧 安诺我挂了啊 哎 怎么了 那个 什么 我跟沈妞吧 啊 是假扶门 我们俩说好了 等小妍高考完了 我们俩就分开啊 啊 不是 你说什么 刚才信号不好没听见 再说一遍 啊 啊 没没没没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嗯 小妍怎么样 啊 挺好 这不今天早晨 我们俩给他做个饭 他吃完了上学去了 哦 那就好 多关心孩子吧 啊 是 多欣赏孩子 不行 那我挂了啊 可是最后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可笑 自裁是最低级的一种 干不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呀 对不对 再说了这死都敢了 还不敢活呀 生命只有一次 咱们就要为了自己 勇敢地 快乐地活下去 就活给自己看 好不好 好了 你别再伤心了 别再想自杀了 也别再去玩那种自杀网站了 想都别想 多给自己点正能量 好吗 郭元姐 我以后要是有什么事 我能给你打电话吗 能啊 当然可以了 好 走吧 行了 那你就好好的啊 嗯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你怎么在这儿 正好路过这儿 你不要放学了吗 顺便进你回家 刚才那谁啊 那是我隔壁班同学 我告诉你 他创建了一个网站 叫八百万种死法 我就想法有点太灰暗 就跟他聊了聊 他听你的吗 听啊 行啊 学生领袖啊 怎么样 帮别人的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走吧 我告诉他 生命只有一次 不能随便拿生命开玩笑 像我死过一次 反正我是不会再想着自杀了 你还想着自杀 我说我不想再自杀了 你是不是想我死啊 不不不不 没这个意思 没这个意思啊 这次你妈又把我给抓进去了 什么 没有 走 走